柯建民称国会改革法案没有公听会将提复议 黄国昌举例反抢 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将与20亿 排审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民进党总召柯建民喊话 若蓝白不开公听会就要全案提复议 对此民众党立为黄国昌反抢 国会改革是总统蔡英文的政界 民进党摆烂拖延了8年 在柯建民眼中除了三毒通过的一党中立化 其余竟被形容丢到垃圾桶 令人大开眼界 不知道2016年竞选总统时提出政见的蔡英文情何以堪 黄国昌更像赖青的喊话 这就是赖主席所率领的民进党 要对台湾社会展现的态度吗 想方设法阻挠俩修法 在人眼中完全就是权力的傲慢 对黄国昌的说法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